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TCL的经历见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 为何身在传统家电行业的李东升会早早选择国际化 十年大起大落之后 TCL未来国际化的前景如何呢 李东升 TCL集团董事长 1957年出生在广东惠州 1978年恢复高考后 李东升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无限定专业 与后来成为创委创始人的黄平生 和康家掌门人的陈伟荣氏同学 毕业后 李东升被分配回惠州老家当机关干部 负责洽谈合资业务积累了不少经验 1993年 李东升出任TCL电子集团公司总经理 凭借着低价格高性能的产品优势 TCL迅速占领市场 但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激烈TCL在广东市场面临 与康家创委的同事操歌 在全国市场要与长虹等厂商正面交锋 看到国内市场的饱和 李东升决定另提起劲 出汗寻找机会 李东升决定是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 因为包括收购汤姆逊 包括收购阿尔卡特 包括后来他投资华星光电 在中国所有的家电企业里边 他是唯一的一家 他就说其实我是一个特谨慎的人 我也不爱冒险 我的冒险系数很低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呢 因为当时他就已经看到 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包括家电 包括手机 包括通讯 他已经饱和了 走出去是迟早的事 2004年李东升先后接到了 法国两家全球500强企业 汤姆逊和阿尔卡特 抛来的橄榄枝 当时TCL采电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 而汤姆逊和阿尔卡特 恰好可以给TCL提供一个 现成的北美和欧洲市场网络 和客户基础 同时还具备技术和制造能力 尽管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名气很大 但实际上已经是欲搏西山 以汤姆逊为例 2003年的亏损高达1.3亿欧元 如此沉重的包袱 TCL是不是能够承受呢 他当时也不太确定 所以他不太确定到底要不要收购汤姆逊 要不要收购阿尔卡特 他说就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 是讨论了无数次 2004年TCL最终以3.699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37亿元 舌吞象吃下了汤姆逊集团的采电业务 及阿尔卡特的移动电话制造业务 这对于当年的TCL可以说是轻利为之 因为2003年TCL集团总营收282.5亿元 净利润不过5.7亿元 后续的情况众不周知 海外业务带给TCL的是连续数年的亏损 其中2006年亏损高达19.32亿元 不少行业专家认为 导致TCL巨亏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 TCL从汤姆逊收购的CRT 英级射线管采电生产设备已经过时 全球彩电市场正在从CRT 传统英级射线管电视 向LCD液晶电视迅速转型 我觉得它最大的失误 就是对这个产业变局 这样一个估计不足 就是等它搜购了这个汤姆逊之后 就因为汤姆逊主要的资产 包括它的技术资产专利 包括它的渠道布置 包括它的整个工厂的这些资产 都完全是CRT方面的 他们当时叫着 面向未来的唯一有价值的一个技术 在这个欧洲市场 可能是一到两年时间 就完全有这个CRT 就切换到这个液晶方面来了 经过将近五年的整合和调整之后 2012年TCL实现营业总收入 696.29亿元 比九年前未海外并购时 增长了近2.5倍 实现净利润12.73亿元 整体净利润率仍然只有1.83% 但李东升并不后悔选择了走出去战略 他承认TCL代价巨大 但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当时问他 我说你再选择一次 你还会选择 就是当时还会并购吗 然后他说如果我没有走出去 我就不敢投资华星光电 因为他走出去以后 他的市场规模大了 他卖的更多了 华星光电就是上游的面板 他生产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消化这些面板 所以他敢 其他企业不敢 所以他规模上来了 李东升同时表示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TCL的准备会更充分 考虑会更周到 很多惨痛的教训 可能扼杀在开始阶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家具 越来越多的企业 在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际化战略 TCL作为最早出海的企业 有哪些经验教训 可供后来者借鉴吗 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 首先你要明白 你到底是为什么走出去 就是不要太 因为国外的 比如说价格低 我来超个底 就像大家去超市买东西 这个便宜 我需不需要我都去买 这样是肯定不对的 另一方面 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国外的一些法律 法律意识特别淡薄 就是他可能只想到 我要去收购 我给了钱 然后我来整合 他就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和工会谈判 因为这个在国外 是特别重视的 国际化道路诱人 却不满着经济和陷阱 李东升和TCL 在过去十年几经浮沉 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过正如李东升所说 如果当年不走出去 别人会到家门口来抢地盘 与其被动受制于人 不如主动出击 抢占市场 那么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天 在各国采取 贸易保护主义的当下 中国企业该如何进行 国际化的战略呢 接下来的意见领袖部分 将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